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張欣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和大家帶來的新聞有 簡訊紐約注射疫苗 佛州反制疫苗護照汽油漲價 因非法凍結邊境場資金 拜登遭調查 林伍德競選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領袖 蘇伊士運河恢復運轉 長設號順利行駛 捷克首富罪機死 曾與葉簡明密切往來 名主持指 奧巴馬在幕後操縱拜登 下面是詳細內容 據每日新聞報導 3月29日 紐約州長赴莫宣布 將從這星期二 30日開始 向30歲以上的紐約人 開放COVID疫苗資格 並在一星期後 將年齡限制降到16歲 符合條件的人 可以在紐約 MI-Eligible網站上預約 或置電話熱線 833-697-4829 833-697-4829 還可以致電當地衛生部門 藥房、醫生或醫院 以獲取更多信息 並預約可購買疫苗的時間 到目前為止 該州已經接種了超過900萬劑疫苗 目前大約有16.8%的人口 已經完全免疫了冠狀病毒 據《National File》報導 3月29日 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 Ronda Santez宣布 他將對拜登政府 和私人公司研製的疫苗護照 採取行政措施 疫苗護照要求美國人 必須當場提供 接受過COVID疫苗接種的證明 否則將剝奪美國人的商業權 德桑蒂斯說 你想讓狐狸守護雞舍嗎? 我認為這些具有很大的隱私意義 沒必要這樣做 雖然弱勢人群接種疫苗很重要 但我們不會讓你提供證明 只是為了正常生活 我將採取一些行動和措施 美聯社報導 過去兩個星期 全國普通汽油的平均價格上漲 至美加倫2.94美元 這是自2019年5月以來的最高點 九金山灣區的平均價格為全國最高 為美加倫3.94美元 路易斯安納州的最低 平均價格為2.54美元 柴油的平均價格同期也上漲至3.14美元 3月29日 埃及蘇伊士運河管理局發布公告說 擱淺貨輪長次號已經完全恢復至正常行動 台灣長榮海運 在當地時間星期一晚發布新聞稿表示 長次號在埃及時間下午3點重新浮起 並在拖船協助下順利移出原先擱淺的海道 讓蘇伊士運河恢復正常通行 並衷心感謝蘇伊士運河管理局及各界的協助與關心 對於堅守崗位的船員 專業救援團隊與工程人員表達誠之謝意 經過6日日以繼夜的努力後 終於排除事故 讓這首貨輪成功脫困 據埃及當地電視台拍攝的畫面顯示 長次號在多手拖船的速擁下 慢慢地駛出蘇伊士運河 其間運河上 不時響起船隻鳴笛聲音以時慶祝 此前 已有至少425艘船 因長次號事件等待通過蘇伊士運河 埃及總統塞西Abdolfetta L.C.C.說 今日埃及人已經成功地結束了蘇伊士運河上 拖欠船舶的危機 我感謝每個忠誠的埃及人 他們為結束這場危機做出了技術上 和實踐上的貢獻 埃及人證明了他們始終負有責任 他們用祖先的靈魂捍衛了埃及的權利 和平與你同在 我的祖國 據《紐約時報》報導 上星期六傍晚 一架AS350-B3觀光直升機 在阿拉斯加州南部黎克爾冰島地區墜毀 機上5人死亡、1人重傷 死者為2名捷克人和3名美國人 當晚10點救援人員接到通知後 在黎克爾冰島附近發現了墜機的碎片 目前事件正在調查中 捷克首副派克集團創始人 凱爾納·帕特克拉 在這次罪機事件中喪生 是年56歲 派克集團橫跨保險、銀行、房地產、電訊 媒體和生物技術等多個領域 該集團收購了捷克最大的電訊運營商公司 2019年已從AT&T手中收購了中歐媒體企業 可立生前是中共在東歐的重要錢客 並曾與中共華信集團老闆葉簡明往來密切 其下的哲信集團是唯一一家在中國的外資獨資金融公司 港媒、端傳媒去年11月曾披露 在可以立同葉簡明的撤合下 總統習萬與中共從2014年起互動頻繁 並與中共簽署多項協議 大力推進中共一帶一路打入捷克和歐洲 2018年葉簡明失聯後 派副集團與中信集團簽署了戰略合作備忘錄 被稱為《折衷新絲綢之路計劃》的一部分 英國《衛報》今年1月5日報導 可以立本人陷入了中共發起的 對捷克斯加影響力的醜聞中心 他涉嫌多方幫助提高中共在中歐國家的形象 葉簡明是剛派人馬 2018年被習近平直接下令觸報 而此前葉簡明與拜登家族交易醜聞 去年因亨特拜登的電腦門事件曝光而轟動全球 拜登兒子亨特和葉簡明在2017年的通訊顯示 亨特代表整個拜登家族向葉簡明置以最良好的祝願 並敦促這位中國富商 迅速向其電匯1000萬美元 已與中國能源公司共同建立合資企業 其中還有一封由拜登的弟弟吉姆·拜登 Jim Biden發出的電子郵件 他也參與了合資公司的工作 28日 福克斯的《週日早監看未來》 《Sunday Morning Future》節目 討論了拜登政府日益激進的問題 保守派活動家科克在節目中表示 拜登幾乎想向奧巴馬證明 在迎合自由派選民和實施進步政策方面 他可以做奧巴馬想要的任何事情 主持人巴蒂羅莫 Maria Batiromo 說 拜登在競選時聲稱 他將是美國歷史上最進步的總統 一年後 拜登正在盡一切可能實現這一點 包括最近邀請一群著名歷史學家到白宮 對歷屆政府進行了兩個小時的深入研究 並劣清了拜登的激進議程 科克表示 拜登希望被稱作歷史上最著名的總統 將美國帶向更進步、更自由方向的總統 但這不是美國選民的意願 拜登何曾看著川普選民的眼睛 了解他們的世界觀和他們希望怎樣的國家了嗎? 相反 拜登是在迎合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和史達福的統治階級和教授階層 他只想確保專家學者在幾十年後還能夠讚美自己 而不關心美國的發展方向 他正向著成為危險進步總統的方向發展 巴蒂羅莫提到他的消息來源說 我知道拜登一直在跟奧巴馬通電話 我聽說是奧巴馬在幕後運作 The Gateway Pounder 網站也認為 這是大家都在懷疑的 拜登都沒有能力自己點餐 更不好說管理美國了 據英文《大紀元時報》報導 曾發起第三方選舉訴訟 支持前總統川普的著名大律師林伍德 在28日的一份聲明中表示 他正在該州尋求擊敗自2017年以來 擔任共和黨領袖的現任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主席 德魯麥基西克朱麥基西克 林伍德在聲明中表示 我決定競選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主席的原因是 現在是該黨的領導層 承認和欣賞了不起的愛國者 站出來參與黨內活動的時候了 而現任主席麥基西克帶來了一個25歲的州代表 此人由州執行主任任命 然後院內的負責人被設 此人又接管了他的職務 各院應當管理各自的院 州政府的干預不應當在院政府的流程中起作用 人民擁有所有的權力 而不是老派領導層的精英小圈子 此前有幾位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人找到林伍德 問他在競選問題上只是趕趕而矣還是付諸行動呢? 他們說明確請求林伍德競選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的領導層 林伍德在去年11月大選後 在喬州對涉嫌選舉違憲提起訴訟 成為去年底的新聞頭條 當時林伍德表示 法院之所以駁回這些證據是因為法官受到威脅 而中共也參與其中 據Politico報導 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 正在調查拜登凍結邊境場的資金 按照預算規則規定 拜登凍結應由國會控制的資金 這個違反了法律 GAO是立法部門的政府機構 為國會提供審計、評估和調查服務 它是美國聯邦政府的最高審計機構 拜登就職首日就採取了凍結邊境場資金的措施 共和黨人表示此舉直接助長了移民危機 超過70個共和黨人組成的小組 現在已要求GAO對此事進行調查 而該監督組織通常應國會議員的要求展開工作 參議員布朗特Roy Brand強調說 拜登沒有藉口凍結資金 他在國會任職超過30年 對規則如何非常清楚 不可能裝糊塗 拜登政府辯稱 凍結是謹慎的管理聯邦資金 這是必要同負責任的步驟 理由是針對修建隔離場的訴訟 然而政府監督項目的成員高迪特說 國會決定在這上面花錢 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不要讓行政部門凌駕於法律部門 要求GAO審查凍結情況的共和黨參議員表示 數十億美元的合法撥款被拜登政府棄置不用 這樣違反了1974年的一項法律 即總統不得禁止國會已經分配的資金 據一位國土安全部的高級官員說 由於在程序限制時 還要支付所有權和租任費用給承包商 雖然建場工程暫停了 但政府仍然每天要花費600萬美元 拜登下令的60天的暫停時間現在已經到期 但拜登政府仍未決定怎樣處理這筆資金 根本不管最後限期和GAO的調查前景近在眼前 今天的新聞和大家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的內容 歡迎轉發 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